如果说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一直都没有半辆车经过 而且红灯的时间又长 还经常都这样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造成民怨了 即使康宁街和警服门路口这一边 这一阵子就是常常有民众会抱怨 几乎每次等红灯都没有车辆会经过 希望说在平常的时间 能够改作为闪灯就好 而在接获了民众成型之后 28号这一天 市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前往现场进行了会看 就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 让很多民众等得一肚子火 因为根本很少有车子过 每次都白等 这里是汐止康宁街 与伯爵街警服门前的路口 这一阵子改为红绿灯 24小时正常运作之后 引起民怨 因为里头珠湖不多 离风时段等了好几个红灯 也没有车子进出 希望能够改为闪灯 觉得说这边等红灯 好像都没有车子 会 会 你会觉得可能应该要改善 需要改善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像现在不是尖峰时间 那它就是会有红绿灯 很奇怪 应该要闪黄灯才对 那这边有一个警服门这边 这T4型的路口 平常可以都是没有车子在出入 那两端的车子 的红绿灯 只要是红灯 停了半天 都没有半部车子从这边经过 那今天我们很多的相亲的反应 我们先到现场会看 议员廖正良也接获许多民众陈勤 所以28号上午就邀请了交通局 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只见过了两三个红绿灯 还是没有车子进出 所以也要求改为闪黄灯 不过为了顾虑到行人安全 还是像以前一样 如果要过马路 可以按这个行人触控式按钮 让行人要通过的时候 按个钮 让他们先通行 平常的时候就闪黄灯或闪红灯 经过这边的时候请大家注意 那平常三四个红灯 都没有半部车子从这边经过 现在就是要求我们交通局这边 就是说把这个红灯改为闪黄灯 那社区这边出去的话 用按钮 因为现场看了之号里头进出的车子 真的不多所以也决定 除了上下班尖峰时段 红绿灯正常运作 其他时段则是改为闪黄灯 记得程慧玲 戏指采访报道